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林曉雄 在澳洲跟大家做這次的特發直播 因為剛剛我就收到一條消息 就是路透社獨家的報導就說 川普前任美國總統川普 在他在任的時候對中共原來是發佈了一道秘密的使命 根據這個消息就說有三個前任美國官員的消息 產生了這次的獨家報導 因為都挺控動的 就是前任美國總統川普他在任的時候 曾經授權給CIA中央情報局 針對中共社交媒體發動秘密行動 目標就是改變中國大陸國內對政府的輿論 這三名美國官員就說CIA中央情報局就創設了一支間諜的小組 就在網絡上面就利用假的身份去散布有關習近平政府的負面論述的 並且向海外新聞媒體透露 誹謗或者貶值中共當局的一些資訊 CIA的相關行動就開始是2019年開始了 但是過去就沒有透露過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這些前任美國官員就說三人小組散播針對中共高幹在海外引力非法所得的指控 包括痛批中共的一帶一路窗議 貪腐又浪費 這些前任官員雖然不願意提供這些任務的具體細節 但是他們就透露說這些情報人員是用假身份 秘密行動去散播相關的消息 但是這些消息都是基於事實的 不是說造謠、虛假消息來的 都是根據事實在網上發佈 那三名前任官員的其中兩人就說 這些行動的目的就是志在中共領導高層之間 希望可以煽動到這些高層 他們對北京的疑心 就是讓他們鬼打鬼這樣 就迫使這個中共就花費資源去追查 究竟外部勢力對中共的網絡、社交媒體的入侵 當時要想讓它去追逐這些都不知道在哪裡來的 這些是不是幽靈這些資訊 這些前任的美國官員就說 這一項的CIA行動是針對中共很多年來 就是想擴大對全球影響力舉動所作出的反應 就是回應中共 因為中共都是這樣做的 那美國CIA當然都要做一些事情的 這個Donald Trump 2017年1月就任之後 就對北京採取比歷任美國總統更加強硬的做法 CIA的一個發言人呢 就遠距對這個這樣的認知作戰計劃 究竟是不是存在與否呢 就遠距評論一下 那就根據西方的消息 路透社就說 這個中共外交部那邊有發言人報導 就說這次的事件突顯美國政府 用這個輿論空間和媒體平台作為武器 擴散假資訊和操縱國際輿論 那白宮那方面的國家安全發言人呢 就拒絕置評 那這則新聞就是今天剛剛收到的 比較特別的 那其實就說這些這樣的叫做政戰 以前有一個名詞叫政治 就是政治作戰叫做政戰 簡稱啊 那其實國共年代已經有這件事產生的了 那政戰呢 當時的國共年代內戰的年代 在中華民國政府那邊 是成立了一個叫做政治作戰的 是under這個中華民國政府局部的一個叫做政治作戰局 那就進行這些這樣的叫做政治作戰 簡稱叫做政戰 那其實做的那些事情就是對外文宣啊 或者用什麼服務啊 是對心理作戰做重點的 那這些好像文宣呢 那中共其實都玩得很拿手的 絕不弱於國民黨 絕不弱於美國的 那不過我就說 今天這則新聞呢 我就想起 當年呢 其實經常都聽到叫做政戰 就是國共內戰都已經 包括了這些這樣的政治作戰的了 包括了當時的 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作戰局 那它呢 就對外就是包括這些文宣啊 這些心理作戰啊 那對內呢 就做這個強化心理輔導 深戰訓練 軍事新聞處理 和促養國軍精神戰力等等任務 鞏固自己戰勝敵人 那其實它做的事情呢 就是加強國軍自己方面的一些 譬如教育啊 教育怎麼樣要愛國啊 忠於國民黨政府啊這些東西 那其實共產黨現在做的那些一樣 一樣的 包撲呢 其實說對香港人 又要加強這個愛國教育 所謂的愛國教育 是不是真的愛這個國家呢 其實是愛這個政權啊 那所以這些這樣的 叫做政治作戰啊 簡稱叫做政戰 中共一直都在做著 那所以美國那方面呢 那現在說 有這樣的特朗普那個年代 說是加強了 沒有說到說 之前有沒有其他部門 其他的美國人員在做這些 其實呢 是有的 據我所知呢 說這些都不知道追溯到什麼年代的了 那其實這些工作呢 一直都在做著 其實多數都是在暗地裡做的 很少說是公開去做的 那都是屬於一些 其實呢 如果要從另一個角度來講 根本都是一些間諜行為 那不只是美國去做 中共那方面呢 是做得更多 更拿手拿手的 那美國很多的 如果講人數人員那方面呢 每次都比美國多 不知多少倍 這次的新聞呢 說美國 那個特朗普下的命令 去做CIA 承諾了一個 三個人少組 三個人而已 哇 我聽起來就很少了 美國 就是相對於這個 美國相對於中共來 也不止了 三千人 三萬人 可能三萬人都不止了 我剛剛這兩天才在澳洲Sindy這裡 有人跟我提起 這邊都招請人 在做一些相關的工作 所以一看游泳一看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講回這些這樣的 其實這些叫政戰 其實就是類似心理作戰這些東西 無論他們散播的消息是真是假也好 這些是要摧毀對方 影響敵對勢力 讓他們受這些傳言的影響 無論是真是假 包括造謠 其實中共這些東西很拿手 國共年代 試過 我們不要說這麼簡單的資訊 包括據我所知有印假銀子 印假銀子 其實都是這些人員去做 印假銀子 然後到處散發 令到對方 那些在對方區內的老百姓 收到一些假銀子 你現在要消費 買什麼 其實做到就是擾亂那個物價 擾亂人心 所以這些一打起仗上來 這些沒得說的 什麼情況都會出現的 我今天其實做這次的突發直播很短的 我想提一提 剛剛這幾兩天有人跟我說 在澳洲這裏都發現中共那方面 是不是在招聘一些人做些什麼呢 我們立刻上網看看 真是有這樣的事 這個就是中共駐澳洲西利總領事館公開的招聘通知 這裏寫著 駐澳洲西利總領館招聘民職僱員的通知 這裏寫著 根據工作需要 這個中共駐澳洲西利總領館 現在公開招聘民職僱員 歡迎符合條件人員報名 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就是崗位信息 就是說這個工作做什麼 第一招聘計劃 領事業務助理一名 一名就是業務助理幫領事去做事 業務助理助手 主要負責基礎信息收集整理 信息收集整理不是說收集情報 當然你公開就說我收集一下你現在 這個澳洲這個國家有些什麼新聞 都可以這樣說 但是具體做起來就是收集情報 所以前面那裏說請助理一名 其實我覺得看了這個招聘 我覺得很奇怪 第一 這些中共的做法 它要招聘人 為什麼會公開去招聘呢? 這個是非常罕有的 以前是沒見過發生過這些事的 為什麼要公開去招聘呢? 就是擺明居馬呢? 因為其實這一年半載都有新聞在這裡說 中國大陸那方面是不是在海外成立一些海外警局 又有海外警察在這裡做事這樣 這次這個就很奇怪了 就是說公開就由領事館出面 就去請人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這是不是做出來給人看呢? 他說請一個人 是不是真的請一個人呢? 以中共那個財政那個能力 隨時請十個都可以了 為什麼會請一個呢? 如果以往的正常的招聘呢? 不會公開的 一定要在他們中共的範圍裡面 又要查你是不是什麼紅多少代啊? 要身家很清白的 這樣 他才會請你的 不是隨便請人 不是可以這樣公開請人的 一定要身家清白 例如紅色背景 那麼他才請你的 所以這次這個這樣的公開招聘呢? 我看起來很奇怪 是不是做給澳洲 做給西方國家看 他現在公開這樣做 你不要說我這些什麼海外警局啊 海外警署啊 什麼什麼什麼 我現在公開招聘啊 那這些是真是假就不知道 他說招聘一名 一名都可能是假的 如果真的要請人 可能招聘十名都不行 我覺得領事館沒理由不夠人用啊 你隨時在中國大陸就找到一些人過來 不用在澳洲招聘啊 是不是? 那麼他在中國大陸安排的人 更加那個背景更加清楚 可以訓練得更加 訓練有數 為什麼要在澳洲這裡請人呢? 那個目的是什麼呢? 那現在是不是公開去嚇你澳洲的人呢? 那不知道啊 真是不知道啊 那如果他假如真的招聘呢 以中共的能力 他不單只是招聘一名 他現在寫出來一名而已 到時候如果真的有幾百幾千人去應徵 那怎麼辦呢? 那他可以請十個 他不用告訴你 你不知道他請多少人的 那這個寫著呢 主要負責基礎訊息收集整理 就是收集情報的意思呢 還有 社交媒體帳號管理維護 社交媒體是哪些社交媒體呢? 那他領事館網頁就根本是自己人去整的了 不用管了 社交媒體就是那些social app 是不是那些微信那些? 那微信那些呢 如果是領事館自己的微信號呢? 根本又不輪到你外面的人去管的 當然是自己信得過那些 紅多少代 紅二代 紅三代那些人去做啦 怎麼會隨便找你去做呢? 當然是黨員去做的 那這些呢 社交媒體觀的東西 可能就是外面在微信上面 成立一些現有的組織 或者成立一些新的組織 一些網群去做一些 不知道做些什麼 那這些呢 我想請一個行不行呢? 可能都 一個人太吃力吧? 我想可能請十個都可以喔 那這裡寫著還有日常對外溝通聯絡 對外服務保障等等 那你現在領事館是不是不夠職員去做這些事情呢? 其實領事館有很多人員的喔 好搞笑的 我呢 一年前 我也跟領事館有來往 又跟台灣的那邊都有來往 比較好有趣的 台灣那邊住在澳洲 你聽我們的辦公室 一層樓 一個單位 只有兩三個人做事 你看中共那方面的總領館 一二百人啊 那些大使館還有 哇 整個座 那個很巨型的 那麼台灣那些人在那裡笑 你看我們這麼少人 根本已經做到這些屬於外事的事情 中共那方面呢 小小事情一大幫人去做 怎麼會沒有人做呢? 所以這次這個招聘呢 我覺得很奇怪 那它又連名工作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就朝九晚五 那那個報名條件 那如果我們觀眾有興趣 都可以試一下去報名喔 那它說持有在澳洲全職工作 這個這樣的簽證 停留期一年以上 可以是中國公民 或者是澳洲公民都可以 我是澳洲公民 我可不可以去申請一下呢? 不過申請它當然不夠膽請我 哈哈哈哈 它怎麼會夠膽請我呢? 它都知道我的背景來歷 好了 不過如果它夠膽請我 又挺好玩的 不過如果去領事館上班做事 我不知道進去出不出得來的 現在這樣的情況 都是它請我我也害怕 不過如果它請我 我想它都害怕的這些 大家互相害怕 好了 它第二件事就是那個學歷 大學本科說以上學歷 獲得學士就說以上學位 這樣我博士學位就夠資格了 好了第三件事呢 中英文聽說讀寫 翻譯的水平良好具有良好的邏輯分析 和溝通表達能力 哇中共這些請人強調邏輯 有時有時那些 那些大外宣都沒有什麼邏輯的 用什麼邏輯呢? 好第四件 能夠熟悉使用電腦和常用辦公軟件 電腦現在每天都要 每天上班都要用的了 擅長攝影、攝像和視頻製作 哇 這些可圈可點 有時可能叫你去拍照 拍照片拍照片 拍照片 會不會做間諜工作 有時都出去 有些香港人在澳洲示威抗議 你去拍照他們的照片 熟悉駕車 不只是坐在領事館裡的辦公室 熟悉駕車是你要駕車外出的 它有社交媒體營運經歷 還有在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平容 擅長這些玩一些社交平台的 他說先看 第五件事 接受必要情況下的加班 加班、OT 當然有時做些事情上來 當然要加班的 第六件事 就是誠信手法、無違法、犯罪等不良紀錄 身心健康、無不良嗜好 這些是例牌的了 報名的材料個人的簡歷 就有中英文兩樣東西 就是你一定要懂中文、英文 第二件事是護照 如果你是不是澳洲公民 你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上面有澳洲給你的簽證 另外如果你是澳洲國籍 當然就拿澳洲護照就可以了 另外護照、駕駛執照這些證明文件 另外就是學歷證明 個人彩色照片 至於那些 無犯罪紀錄證明 就要澳洲方面開 因為在澳洲這邊做事 又很有趣 其實 我想一下這些是不是收集情報的工作 但是你又要澳洲警方開具一個 無犯罪紀錄證明 當然你申請這個無犯罪紀錄證明 你無需要寫明說 我現在應徵這個中共領事館的工作 無需要這樣說的 那 看看先 它說以上的材料 你用PDF或者JPG格式 提供電子版 然後就發去有個郵箱那裡應徵 它就不是普通的Document Document那些 那些這樣的格式可能會不會容易有病毒 或者有些做手腳這樣 用PDF或者JPG就很難做手腳了 那 另一件事我發現挺有趣的 它這個領館呢 它用的 叫人發去那個電子郵箱 那個電子郵箱是用Gmail的 你為什麼不是用中共官方那些電子郵箱 或者是中國大陸那些公用的郵箱 它現在不是喔 它用Gmail喔 你又搞笑了 當然它可以解釋 因為現在領館是在澳洲西方國家 所以用Gmail這樣 不過其實這些東西呢 你說是新聞又可以不是又可以 因為我覺得奇怪呢 它中共它有自己的電子郵件 那個這樣的東西 它政府有啦 中國大陸民間 也有自己的那些公眾電子郵箱 為什麼要用西方國家的電子郵箱呢 那麼另外呢 其實這些事情當然不是新鮮的了 已經整個N年前了 其實我呢 就都有N年前 我跟那些中領館的領事有聯絡的 那麼他們真的是用外面那些Gmail啊 那些很奇怪啊 就是他們不用這個 自己中共那方面的電子郵件 那麼這些奇怪 就要他們自己才知道為什麼了 總之今次這個招聘的職位呢 叫做領事業務助理 那他那個招聘流程呢 就說你交了這些這樣的材料呢 他們就會領事館那方面 會進行初審 然後用郵件或者電話方式 通知符合條件的人參加 考試 還要考試 考試分為筆試和面試兩部分 這樣 這些就 聽起來就不知道啦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試一下認證 可以做內奸內鬼 他如果收你呢 不過他都會查的 當然啦 其實這些東西呢 我聽說 因為在澳洲有一位出走的領事嘛 就是幾年前出走 陳用林 本來在駐西德尼的中共領事館裏面做政治領事 他說裏面其實有一些 是 有人 就是屬於軍方 就負責在那裡監視 監視就是那些叫武官 武官 我們開始聽說 武官是不是對外呢 怕著有什麼示威抗議的人衝進來 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任務 另一個任務呢 根據陳用林 前任的中共領事說 這些武官呢 其實是監視著裡面 領事館裡面的那些 各個領事各個職員 怕著你呢 是不是逃亡 流亡 有什麼依辱 想叛變 隨時對你採取行動 所以這些情況呢 中共控制得很嚴謹的 我今天看到這個新聞 所以就把這個中共在澳洲西德尼這裡請人這件事 都告訴大家 今天主要就是 收到美國方面 路透社有報導 美國有引述三個美國前任官員透露 前任美國總統川普 川普或者叫特朗普 川普 他在任美國總統期間 授權給CIA中央情報局 針對中共社交媒體發動秘密行動 這些這樣的秘密行動呢 其實我覺得真的不是新鮮新聞 不過呢 這次這個新聞呢 是因為呢 是跟川普有關 那這個是真的 如果相對於來說呢 就是川普說他上了任做美國總統的時候 這個又是比較證實 現在證實了的新聞比較特別些 就是說他對中共的態度呢 是比較強硬 那看看他以後呢 下一任呢 會不會是上任做這個美國總統 那如果上任呢 這些政治作戰呢 又挺好玩 那不單止美國是這麼玩 那他這個當中針上台 才成立一個三人小組 三人小組其實很小 很小 很小 你閒閒地 國共內戰 無論共產黨也好 國民黨也好 那些政戰 散播那些消息 是真是假都好 牽涉到的人數 下下不止三個人 隨時三百三千 甚至去到三萬都有份 那現在呢 這些這樣的中共的網絡 這些信息網絡更加是 哇這些網絡去到哪裏呢 可以隨時找一些 就是一些自己人啊 一些社團啊 都幫他們做事的 去搜集一些資訊 搜集一些情報 其實這些已經是 你可以說新聞也可以 其實是公開了大家都知道的 都知道的事 好了那就是講這個 Donald Trump成立三人小組 在他在任時 今天講這則新聞 然後抓到呢 澳洲這裏呢 中共總領館 在西德尼的總領館 都公開請人啊 公開請人去收集訊息 但是這些 是不是是真是假 或者有些什麼 因為中共很少公開請人的 自己都大把人 用什麼公開請人呢 那這些東西呢 是不是做給你西方國家看呢 我現在夠膽在你國家請人啊 你不要說我 什麼成立這個海外警局 海外警署 我現在公開用領事館的名義去請人啊 他說請一個而已 你不知道可能他請十個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這些東西啊 好了今天就這樣 短短的跟大家做這次這個突發直播 我是林松在澳洲 我也是嘉賓來的